当你犯了事不得不进监狱 但害怕被育有霸凌 担心被变态暴XXXX 该怎么办呢 没关系 大师凯文哈特为你提供狱前教育课程 保证你在监狱里毫发无伤 让人无孔可入 大家好 这期说一部无街操喜剧 凯文哈特主演的狱前教育 凯文是一个喜车店老板 一家三口省市俭用 住在一个小房子里 为了女人能上更好的学校 打算买一栋学区房 可目前还差三万 无奈这下想到了贷款 决定接受银行家的掠夺和盘剥 可银行那边觉得 他身上根本没有油水可捞 当场拒绝 没办法 凯文只能努力工作 时刻鞭策员工好好干 争取早日买到学区房 詹姆斯在一家金融公司上班 由于经验丰富 嗅觉敏锐 买进买出一顿操作 为公司赚了很多钱 同事们是羡慕不已 豪宅庸人乡车美女应有尽有 女友小丽正是老板的女儿 绝对的白富美 两人每天最喜欢的运动 就是待在豪宅里不听运动 完事后舒展一下 不过小丽还不是很满意 想要更大的防战 认为在这里度过一生 太憋屈 大老板老马非常器重他 决定升他为合伙人 从此步入上流社会 这家公司是老马一手创建的 讲起当年的创严往事 老马是泪流满面 实在是太艰苦了 毕竟只有他 电脑和老爸借给他的800万美元 见詹姆斯这么优秀 决定接下来就让女儿和他订婚 听到这个消息 詹姆斯春风得意 特地过来洗车 结果一抬头 一个大黑脸凑过来 还以为遇到了劫匪 洗车工正是凯文 凯文已经帮他洗了好多次 也算是熟人 所以打算说服詹姆斯 办个金卡 刚好三万 可在詹姆斯看来 自己的每一分钱 都可以投资出去 用钱生钱 这三万经过自己操作 会挣得更多 到时候可以直接换车 所以班卡不划算 紧接着给他灌了一碗鸡汤 表示不管贫贱 还是富贵 不管黑人还是白人 只要努力上进 前途一片光明 临走前还大手一挥 给了他一笔小费 订婚演习上 小丽为表自己的爱意 特地请歌手约翰梅尔 来活跃气氛 现场热闹非凡 可就在这时候 警察找了过来 说詹姆斯涉嫌多起诈骗 以及挪用供款 当场抓获 同事们见状 那是兴奋不已 老马表示不用慌 自己有顶级律书团队 包他没事 不过经过律师的调查 发现这些交易记录 确实存在 可詹姆斯一脸懵逼 因为自己根本没有参与 肯定是被陷害了 律师劝他 最好老实认罪 这样兴许会有宽大处理 最多做个一年劳就出来了 可詹姆斯认为 国家的法律 是公平且正义的 这一点不容怀疑 而且陪审团 一定会抛弃偏见 替他洗脱罪名 所以绝不认罪 可不成想 面对这个大资本家 群众们是一片骂声 而且法官觉得 这些年对待高兽人群 都太过宽容了 所以决定 从他开始 严格起来 要把他关进 美国最严密的监狱 服刑十年 不过本着人道主义精神 给他三十天时间 来处理个人事务 这期间 需要时刻带着电子脚料 詹姆斯这才意识到 自己对正义的理解 好像有瑕疵 所以决定 带着小丽逃往墨西哥 在那里买个小屋 幸福的生活 离开这个物欲横流的地方 小丽觉得 他是不是有病 二话不说当场拒绝 并顺手报警 詹姆斯很快 被抓了回去 由此可见 他对爱情的理解 也有瑕疵 作为风险投资界的老鸟 詹姆斯甚至 凡事欲则利 不欲则废 既然逃不过坐牢 不如提前学习怎么应对 这时候 想到了凯文 因为根据统计学分析 美国社会 每三个黑人中 就一个坐过牢 所以认为 凯文大概率也坐过 因此 想找他学习经验 凯文听完很是不爽 这不是赤裸裸的偏见吗 也分析了一番 圣坤丁监狱 又被称为圣报X监狱 里面有很多痴汉 詹姆斯一旦过去 有百分之百的几率会被爆 而且十年不间断 詹姆斯听完 更加坚定了学习的心态 表示会付钱给他 听到钱 凯文瞬间眼前一亮 看来三万美元有着落了 于是 两人达成共识 可凯文是模范丈夫 暖心老爸 社区杰出青年 平时脏话还没说出口 就被老婆一顿狂殴 对监狱里的事根本不懂 怎么才能表现得 像个扶过刑的人呢 这时候凯文想起来 表弟好像坐过牢 于是 向他询问 监狱里面对新人爆X的问题 约翰梅尔 还专门给詹姆斯写了首歌 描述他将要面临的灾难 这场景和詹姆斯梦里的 简直一模一样 凯文通过打听 加上自己的想象 整理出了一套完整的训练课程表 第一堂 就是训练詹姆斯的危机意识 很明显不及格 第二堂 是叫他学会愤怒 在气势上压别人一头 可詹姆斯试了半天 怎么都愤怒不起来 凯文只好假设一个场景 说他未婚妻如果离开他 和别人好伤 他会怎么样 詹姆斯听完是伤心不已 因为这是真的 第三堂课 叫他打架 詹姆斯之前 跟巴西的武术老师练过 所以根本没得怕的 不料 凯文还没出手 詹姆斯就自己倒了 很明显 之前的武术老师只是陪他玩而已 为了实战 凯文带他来到公园 让他随机挑战路人 路人见他又猜又狂 忍不住大打出手 詹姆斯认为 打架应该循序渐进 先找老人挑战比较合理 结果又被老人给痛扁一顿 第四堂是约育课 詹姆斯自认为智商很高 约育这种事应该手拿把钻 结果刚出门就被绊了一脚 紧接着被摊脚灯照得无处遁形 然后被军狗仔 吓得差点尿裤子 最后被电网拿下 假监狱他都逃不了 更何况是顺昆丁 所以约育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既然詹姆斯吃不了训练的苦 凯文只好另想一招 就是训练口技 于是带他来到著名的同性约会圣地 詹姆斯见状突然明白过来 原来当初凯文就是学了这个 才在监狱里面活下来的 为了保证后面 詹姆斯很快约了一个 打算突破自我 学会这一招 可试了半天 就是下不去口 这边 有个小伙见凯文一个人作战 打算过来搭讪 凯文反复解释 说自己不是gay 小伙还以为 他没看上自己 凯文无奈这下 化身情感专家 教他应该如何看待爱情 明白什么样的感情 适合自己 才是最重要的 小伙听完是深受启发 詹姆斯一番挣扎 还是以失败告终 决定从此听凯文的话 他让干嘛就干嘛 绝对没有怨言 众人见 这一对的关系 竟然这么好 纷纷鼓掌祝福 为了避免两头受气 詹姆斯下顶决心 锻炼体力 还自学了很多骂人词汇 甚至编程绕口令 每天练习 另外 看到课程表上有一项 叫工具箱 于是发挥想象 自学成才 把武器藏到一个 除了自己 任何人都察觉不到的地方 为了防止背报 竟然自己先报 免疫疗法呀 说一次 凯文见状 那是佩服不已 既然已经准备充分 下一堂课 凯文准备教他 怎么应对监狱暴动 佣人们一起上场 来教训这个资本家 可经过训练的詹姆斯 可不是吃素的 迅速掏出武器 最终成功获胜 可一不小心 捅到了头上 毕竟这武器 是从后面掏出来的 为避免感染 凯文赶紧把他带回家 刚好妻子是护士 很快把他取出来 并包扎上口 吃饭的时候 詹姆斯不自觉地 护起了石 妻子觉得 这种训练法 根本保护不了詹姆斯 应该做一些 能真正有用的东西 凯文思来想去 决定带他去找表弟 表弟是黑人帮的头目 应该会有办法 詹姆斯听说 要去黑人帮 本着凡是做准备的习惯 专门查阅了一些 有关黑人文化的资料 然后照着打扮 一个白人 故意穿成这样 大家一度以为 他是在搞种族歧视 表弟不仅有一帮小弟 在监狱里 还有很多朋友 听说凯文想请他们 保护詹姆斯 作为买卖人 这忙可不是白帮蛋 可詹姆斯的账户 全被冻结 根本没钱 于是发挥自己的职业技能 替他们投资买股票 很快帮他们赚了 上百万美元 小弟们见状都懵了 本以为他们自己是黑帮 原来最大的黑帮在华尔街 轻轻一动手 就能把别人的钱 变成自己的 把一群人搞得家伙人亡 而且还不犯法 相比这些资本家 他们做的那些 简直就是不值一提 可监狱里面 也是分势力的 一般情况下 是黑人保护黑人 白人保护白人 所以 表弟给他们推荐了一个 白人帮 为了打入白人帮 凯文让詹姆斯 最好学几句 种族歧视的话 比如那个象征性词汇 这是一群极端种族主义者 詹姆斯本想融入他们 可说了半天 那个词老是说不出口 白人帮发现 不对劲 这货可能是警方卧底 于是抓起来 准备言行逼供 凯文演念不妙 拿起喷火器 冲了进去 就像詹姆斯后 来了一段正义演讲 劝他们 要平等看待黑人 毕竟我有一个梦想 都发表这么多年了 他们应该和平共处 彼此帮扶 可说着说着 火突然灭了 幸好凯文反应及时 两人总算逃过一劫 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凯文觉得 詹姆斯不像干坏事的人 怎么不去试着查明真相 还自己清白呢 詹姆斯表示 自己的老丈人 一直在积极调查 因为公司的大小事物 卖出买进记录 全部都要经过他 线索非常繁杂 凯文越听越觉得不对劲 既然交易记录都要经过他 那不就意味着 只有他可以做假账吗 这有什么复杂的 詹姆斯听完 才恍然大悟 据他了解 公司的原始交易记录 都被老马放在 他创业时的那台 老古董电脑里 只要找出来查一下 就真相大白 说干就干 两人假扮清洁工 混进公司 成功找到电脑 通过查看记录发现 果然是老马在陷害自己 随后 两人打算把电脑带走 为自己洗脱冤屈 事实上 自从法院判决后 老马就一直关注詹姆斯 本来的打算是 留给他30天的时间处理事物 然后假装帮他调查真相 让他不会怀疑 是身边的人干的 没想到 弄巧成拙 被凯文这个外人给识破了 所以很快派出打手 詹姆斯本想利用威慑力 下退打手 可根本不管用 詹姆斯二话不说 直接冲过去 抢武器 凯文趁机捡起来 打算威胁打手 可他是个三号青年 根本没有开过枪 甚至连保险都不知道怎么开 打手其实早就调查过凯文 他的记录非常干净 甚至连伪证发单都没有 随后 对他展开心理攻势 最终反卖为胜 抢走颠倒 詹姆斯得知 凯文根本没有坐过牢 之前都是在骗他 一气之下 扭头离开 詹姆斯为了两头坚固 决定加入黑人帮牌 表弟见他这么有才 上次买的股票都应麻烂 决定打破种族偏见 让他加入 按照帮规 兄弟有难 大家都要一起上 于是众人手持武器 打算去干掉老马 正在此时 凯文找了过来 他认为 自己可以帮他找到证据 不想看着朋友沉沦 如果詹姆斯今天杀了人 就再也没有回头路 这个选择至关重要 詹姆斯思来想去 最终放下武器 这几天凯文也没闲着 一直在帮老马洗车 通过他的仔细观察 发现之前 老马的车每天只跑7英里 可从上周开始 每天竟然跑了56英里 而且车上 还有海水的痕迹 经过汇总这些线索 他猜测 老马很可能是去了 圣佩德罗港 詹姆斯听完恍然大悟 因为据他所知 老马有私人游艇 而且还买了一座小岛 看来 他是想坐船跑路 于是两人赶过来 眼见游艇即将启动 准备悄悄潜入 没成想 竟然意外的来了个声东击西 引开守卫的视像后 两人成功找到电脑 正在此时 打手赶了过来 根据打手对詹姆斯的了解 他就是一个没脑子的软蛋 生来就是当替罪羊的命 詹姆斯听到嘲讽 体内的洪荒之力彻底爆发 这里恶搞了一把传统电影中 英雄觉醒时的套路 不同的是 詹姆斯脑海中闪现的 是各种R级画面 完事后准备硬一把 毕竟凯文训练了他这么久 加上之前 无数老师的理论指导 詹姆斯不费吹灰之力 很快把打手们全部放倒 眼看来硬的不行 老马准备换个套路 前右加色右 可并没有乱用 两人带着电脑 准备撑小艇离开 结果被打手三枪打破 既然他俩这么不实抬具 老马只好撕破脸 准备在海上把他们干掉 为确保他们没有私藏武器 打手还专门搜了一下 随后准备下手 危急时刻 詹姆斯从后面 掏出一把手枪 正在双方僵持的时候 警察们竟然追了过来 原来詹姆斯一直带着电子脚料 一旦跑出规定范围 就会被通缉 他的目的就是引警察过来 揭穿老马的阴谋 最终老马因诈骗和挪用公款 被正式逮捕 詹姆斯终于洗脱缘取 可意外的是 由于非法持有枪支 还是被判了半年 不过因为他提前接受了预前教育 在监狱里混得是风生水起 根本没人敢惹 在黑人帮里交的新女友 还时不时过来看望 然而老马他们 就没这么幸运了 詹姆斯为了帮凯文实现梦想 投资他 建起了一个洗车中心 两人成了真正的好友 电影上用于2015年 影片风格 虽然是无厘头式的搞笑 不过从开头 多组对比镜头的切换 可以看出来 讨论的主题 还是稍显严肃的 讲的是贫富差距问题 每个阶层 都有每个阶层的价值观 詹姆斯和凯文在车库的一段对话 很明显 就是下重不可语兵的壁垒感 不过影片的结尾 还是比较正能量的 只有富人愿意 先富帮后富 这个社会 才能安定祥和 主演凯文哈特 是美国著名的脱口秀演员 之前还讲过 他参演的一部恶高喜剧 惊声奸笑 没看过小伙伴 可以翻看一下 非常经典 下期 说一下他主演的另一部喜剧 定制伴郎 感兴趣的朋友 记得点阅约 好 这期就说到这里 如果该看官喜欢这个 国外经典喜剧系列 请点赞 关注 收藏 后面会持续更新 感谢大家支持 咱们下期 再见